荣耀V40 作为独立后的首秀作品 无论是手机还是配件 甚至包装盒上都已经找不到原来公司的字样了 但在我看来 这台机器的身上依然有着很多熟悉的感觉 整体的外观还是比较吸引眼球的 前面是一块6.7英寸大幅度曲面双挖孔 后面采用了磨砂加亮面的玻璃 也正是这一块位于摄像头区域的亮面玻璃 让手机看上去更有个性 后盖内对应主板和副板的位置贴有散热膜 中间对应电池的位置贴有两块缓冲泡棉 左右也有两小块缓冲泡棉 镜头保护盖的每个孔位也都涉及缓冲泡棉 机器的内部依然是常规的三段式结构 为了更好的固定后盖 机身内部还添加了多数胶条 内部比较明显的就是左上角这一颗 5000万像素的超感主射 下面的超广角和微距镜头与其有着明显的反差 实际的拍摄效果翻样张供大家参考 往下是闪光灯和后置机关对焦传感器 右侧主板的上方是NFC线圈 与之相连的是一大张散热膜 一直延伸到底部的延伸器 顶部表面总共13个螺丝 均为同一规格 拧下螺丝 断开闪光灯排扣 即可取下顶部盖板 盖板为塑料材质 中间只有一小条金属 并没有像以往一样 在中间加入一大块金属板来加固 可能是为了更好的降低整机的重量 所以扭动起来非常的软 不过中间对应主板的位置贴有散热铜箔 还多加了两块散热膜 对应震动马达的位置贴有缓冲泡棉 对应听筒和前摄的位置 并没有缓冲泡棉 这就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了 闪光灯与后置机关对焦爽感器为同一条排线 背部圣化器通过小板的触点与主板连接 向下连接这一大块散热膜上方 还多加了一层很厚的散热贴 这个厚度其实完全可以撞下无线充电线圈 而且荣耀确实也这么做了 但仅限于高配版 我们来看一下主板对应无线充电芯片的位置 也确实是没有出料的 由于加入了立体双扬声器 顶部的听筒非常的大 向右是前摄 只有一颗镜头 而屏幕的双挖孔看上去像是前置双摄 其实左边开孔对应是主板上的 一颗前置摄温传感器 可以根据环境光线 智能调节屏幕色彩以保持一致 左侧的主摄和超广角固定在 同一个塑料防管架上 位置镜头则是固定在主板的金属卡扣中 左下角是一个正方形的线性马达 底部4条排线分别为显示排线 主副板连接排线和两条电池排线 右侧是两条同轴信号线 主板所有类联柱的外圈都没有缓冲泡棉 正背面都是大面积的屏蔽罩 而背面对应CPU的位置做了凸起的设计 正好卡在中框的凹槽里 将热量导致下面的均热板进行散热 揭开背面可塞卸的屏蔽罩 逻辑部分的CPU 硬盘 充电芯片 都在这个区域 几个发热量高的芯片也都涂有导热硅脂 7 搭载的是天机1000加的处理器 性能上就不及那些骁龙8系列了 我们在玩原生游戏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无论是高画质还是低画质 威斯林都会出现明显的卡顿 好在更新到最新的系统后整体有所改善 但还是会时不时的会卡顿一下 主板所有座子的维修参数放图片 供大家参考 主板上有两个电池座 两个电池座的正极都是相连的 经过测试 单扣左边的电池不能开机 单扣右边的电池可以开机 也就是说电池数据主要是从右边这个电池座 采集的 一旦开机后再去任意切换两个电池座 都不会关机 而用电源表夹电就是这样抖动的电流 因为没有正确的电池数据 无论扣哪一边都是不能开机的 听筒下面是泡棉胶 外圈还有一个单独的固定框架 震动也是通过胶固定至中框 外部框架与中框是一体的 前置感应传感器通过小板的触点与主板连接 对应顶部送化器和前置的两个开孔都设有缓冲泡棉 底部盖板一共7颗螺丝 有两颗不同规格 盖板上结成了大量的金属和扬声器 对应屏下指纹和扬声器的位置都设有缓冲泡棉 但是中框对应扬声器的开孔处却没有密封胶圈 端开指纹 主副板连接排线和两根同轴信号线 取下副板 副板上结成了卡槽 Type-C接口 充电保护电路 天线 松化器 Type-C接口设有密封胶圈 而且可以看到还采用了双层对底的设计 屏下指纹同样采用了常规的短胶向头 通过一条转接排线与副板连接 对应底部松化器的位置设有缓冲泡棉 右下角还有一颗圆形的线形马达 由于说一手机的马达做的很出色 我们之前拆解过的iQOO7同样也是双马达的设计 同样分布在机身的上下两侧 不论是插轴还是这一轴 双马达的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在玩游戏的时候 这种正感的表现会更加的直观 电池虽然有易拉胶 不过还是很费劲 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我颤抖的手了吧 电池的容量为4000毫安时 撬开这块带有导热硅脂的金属转接模具 撕开下面的胶就可以看到均热板了 在拆转接模具之前 我在单板不接触均热板的情况下 进行了跑分测试 最高的温度为66度左右 这个温度也很溜 而当我将主板连接均热板后再次跑分 最高的温度为47度左右 前后只相差了19度 相对于我们之前测试的其他机器 这个成绩并不理想 而因为我们在测试原生游戏的时候 由于卡顿的原因 只完了10分钟就放弃了 所以一个小时的原生游戏温度 也就没法做测试了 V40算是荣耀的第一款作品 从内部来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槽点 也加入了力气双声器 双线性马达 但是性能与外观却有着明显的反差 你喜欢漂亮的外观 但性能可能没那么好 你渴望极致的性能 但是外观长得可能会比较硬核 就算你想要的刚好全部都具备 但它的价格可能会十分的贵 不话说的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这句话放在手机里也刚好适用 好了 本期的这些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是蒋正林 我们下期再见